到日本旅游大吃大喝 美味生育片让人口水直流 尤其近期外国旅客 塞爆各大景点 却又传出一种致命的流行病菌 这爆发性溶血性恋球菌 会四处传播 一开始会有发热发冷 以及急性咽喉炎等症状 可怕的是病情发展极快 患者短时间内会出现低血压 甚至多重器官衰竭 致死率高达百分之三十 空气中或者是呼吸道 里面或口腔里面 有这个菌经由这个飞沫 传染给别人 毒性很高 传染力很强 爆发性溶血性恋球菌 主要是因感染化弄性恋球菌 恶化而成 经由呼吸道之间飞沫传播 或者双方皮肤有伤口 接触了都容易相互感染 日本专家指出 患者多在六十五岁以上 像是穿鞋摩擦 或者足部入疮 有伤口就可能导致病菌入侵 而年纪小的孩子同样有风险 从咽喉感染进到深颈部 严重恐还会造成死亡 扭伤或者是有外物受伤的 不管有没有流血 有没有伤口的 它会非常的疼痛 某个地区细菌 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尽量 尽量保持我们自己 不要受伤 以示提醒感染初期症状 难诊断 只要伤口重大发高烧 都要特别小心 尤其落实 勤洗手机戴口罩 也是预防指导 记得城市链成圈台北报道